大大小小落石倾斜而下 还有一地黄沉沉的泥水 场面惊心动魄 中台山土耳海上 陆上台风警报齐发 豪雨轰炸东部 苏花公路汇德隧道 北口南口抵挡不住 大雨冲刷发生吐石流 从另一个角度看 一个个落石夹向地面 落入地面积水中 甚至溅起不小水花 在水道内就咕咕咕咕咕 然后刹车 然后划下去 然后马上回口 恐怖了再恐怖了 真的是轻轻挡掉了 秀林当地人原本要去工作 亲眼目睹吐石落下 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心有余悸直呼 吓死了 花莲29号深夜两点多 何人崇德路段吐石摊房 清晨四点多清除放行后 没想到六点多再次摊房 还一度造成八车十四人受困 七点多公务单位 陆续清除北口沙石 受惑的两辆大车停放原地 司机则由远景送回何人管制站 在十点无处分的时候 短暂开放了大约十几分钟 不过现在已确定 十二点过后将全线进行封闭 来到何人端南下车辆 绵延两百到三百公尺 部分民众知道实时预警性封闭 但还是有不少人不知情 这个叙律不够透明 不够清楚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到这边杀等 我们得到国家再看更多 还有爱尔兰和瑞士的旅客 到花莲骑交踏车 第一次到台湾就碰到台风 但他们乐观的说 可以从南往北到更多地方看看 整个苏哈公路沿途都是土石流 铁轨被覆盖十到二十公尺 挖土机持续在上方公路来来回回 要把土石挖走 希望可以尽快恢复公路通行 公务局预估这次台风 如果陆续发生土石流 有可能会封到十月二号 但目前人士情况开放通行 TVB的新闻花莲采访报道 围栏边有大量的土石 伴随雨水不断往下流 路面上也堆积一大片土石 游记乘车经过渐起的泥流 让开车窗的乘客吓了好大一跳 差点就被喷到 这里是苏哈公路崇德路段 由于台风山土而持续逼近 在30号凌晨发布陆上警报 造成华莲地区狂风暴雨不断 苏哈崇德路段沿路都有土石流 上面看起来触目惊心 而且一路开过去 云象的范围相当大 一整条长长的路都被雨水淹没 华莲玉里镇连接台九县 与卓富公路的轮天大桥变道 因为大量的积水造成车辆无法通行 30号一大早6点半 警方和竹田村的村长赶紧到现场 把田门封起来 也拉起封锁线禁止车辆通行 中台山土而来势汹汹 华莲秀林乡公所宣布 30号和平村及大天祥地区 包含富士村部落湾 以及富士村13到190范围 都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其他地区则是正常上班课 因为现在水保局 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的部分 所以请山区的民众 一定要做好准备 无论是晚夜间的时候 这个下山疫情 或者是我想我们也会请 湘公所开始开设 避难所的故事 至于花东纵谷的旅游景点 包括鲤鱼潭 潭东自行车道 罗山瀑布木栈道 御赋自行车道 旧铁桥等景点 也实施预警性封闭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贸然前往 也务必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T&B的新闻高中 陈家同花莲采访报道 海面不断掀起浪花 天空乌云密布 台东绿岛 石朗地区 已经下起间歇性雨势 在中辽港附近 狂风大雨也让树木及草虫 不断剧烈晃动 拍摄镜头逐渐变得模糊 就快看不到前方 而走到绿岛南辽大街上 在往返台东绿岛间的船只停驶后 岛上已经没有什么旅客 只剩下零星的在地居民 偶尔出门采买物资 许多店家也纷纷拉下铁门 暂停营业 镜头转到蓝雨 天空同样乌云密布 降下间歇性雨势 岛上也不断吹起震震大风 而平常游客一到蓝雨 下船就会停靠的开远港 船只也都已经停在港内 并加上绳索顾劳防止船只翻覆 而岛上交通船全面停驶 就有人受到影响 一名加拿大旅客来台湾看牙齿 顺便环岛旅行 结果在蓝雨玩到一半 就被赶回来本岛 目前蓝雨绿岛风雨不断 离岛航班台东往返绿岛蓝雨 以及后壁湖往返蓝雨 从二十九号到十月一号的航班 全都取消 山途而来势凶凶 各地都做好防台准备 TBS新闻刘警委杨琪台东采访报导 工程人员打开水沟盖 甚至整个人爬进下水道 徒手将长长的清淤管往下拉 就是为了防台准备 政府一早就派员到花莲的民国路上 进行清淤下水道的工程 因为这边小吃店铃利就怕油污太多 造成堵塞 台风山途而持续增强逼近 就怕花莲市区的小吃店家 把食物残渣或是油污 排放到下水道 造成台风带来的雨水 无法顺利宣泄 导致路面积水 政府表示从上个礼拜开始 就陆续派工程人员 来到民国路侵渝 上个礼拜就开始持续的 不断的在清除我们边沟的 这个水沟的部分 那我们主要是上个礼拜 其实都有发现到 我们还是有店家 可能有油污排放到 我们边沟的这个部分 那今天主要经济的部分 也是希望说把油块给打散 让可能烧碗的部分 雨水比较大的部分 能够排泄的来得及 然后也比较顺畅 市府也呼吁店家 平时除了要做油水分离槽 也要注意尺寸够不够大 以免油污堵塞下水道 造成雨水悬泄困难 台起比人还要高的木板 封住进风口的柜台 还堆了好几袋大沙包 会在花莲北冰公园 号称华莲最美的海景咖啡厅 适应封面的海景第一排 30号一早老板趁着风雨 还没有转强 赶紧来做防台措施 希望让灾害可以降到最低 帖别新闻 李明辉 高志宏 庄凯玉 陈嘉童 花莲采访报道 中台山土而近逼发布路上警报 墾丁南湾沙滩插红旗 担心有游客冒险下水 还是愿于一早就全副武装 沿岸巡视 那目前的话 浪高大概有二至三公尺 也呼吁民众不要轻易的进入 进县制区域内 墾丁沿岸已经感受明显风势 海面上掀起两到三尺浪高 上午九点过后 恒春市区也开始出现零星降雨 摊商们趁着风雨还不大 赶紧加强防台 那其实可以看到 这边这一整排的商店呢 其实就刚好位处在风口的位置 因此不少的商家都是 以绳索的方式来固定摊位 就是怕那个中午风很大 就是先收就先收了 也比较危险啦 就是说不要开了 因为担心下午风雨渐强 部分摊商已经决定 下午不营业了 而遇到台风来搅局 店家们插雷弹 不过都是有新加坡来的游客 因为没有遇过台风 刚好赶上山屯 要来体验看看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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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他很小只 怕他吹走 高雄过来 今天昨晚他就到这边 住一个晚上 我们要遇到台风 遇台风 我们要感受台风是什么 新加坡没有台风的因为 还没入夜 恒春下午风里已经达到停课标准 屏东县府宣布六个乡镇 下午停班停课 但其实在台风还没来前 就传出灾情 恒春经水厂配电盘故障 从二十九号晚上开始 有七个里停水 一直到隔天早上八点才恢复 但水量小造成居民不变 但现在山土儿越来越靠近了 屏东县府也将针对山区进行预防性撤离 恒春镇长也准备了五六百个沙包 出动两部抽水机要做好防台准备 提片新闻 叶凤达 徐继红 徐玉敦 屏东报道 推着两大栏树果快步往前走 因为台风准备要来了 就怕辛苦灾中的心血被风雨打落 台东路野的农民连忙采收 树上满满酪梨 一颗颗已经成熟 农民趁着上班前跟时间赛跑 采摘下来 不过其他水果像是红葡萄柚 还没有时间采收 香蕉部分则是还没有熟 因为台风快来了啊 再不采的话可能就是 一年的心血又没了 整个树是可能因为挂果 然后会伤到母猪 然后母猪因为它大概要持续到五到六年 它才开始开花结果 来到台东海端 农民原本可以到11月再采收的狂金果 现在台风即将来袭也紧急抢收 手一折就掉下来 你看何况风一吹 风一吹就掉下来 昨天就一直看新闻啊 看气象怎么报道 镜头转到宜兰 农民们泡在水池里戴上手套 将一捆一捆的三星葱不断来回清洗 确保上头的泥土都已经清洗干净 而受到先前台风影响 部分的青葱还没来得及成长 这次又怕大雨来袭造成青葱受损 农农们也相当无奈 而目前青葱平均价格受到上回凯米台风影响 中南部农损严重 我相信三星葱应该是会长的 因为已经有三百三的经历 然后今年七月份 那个台风来了之后 有成绩游有到四百亿 台风来势汹汹汹 农民们紧急采收 只希望风雨可以不要这么大 TB新闻解答程刘警员杨祺 宜兰台东采访报道 检营区对目前正在施工的各项检营工程 我做哪些防胎准备工作 防胎准备进度到哪里 台北这场讲话一早前往灾变中心 听取市府团队分析 因为有过经验 更需紧盯水库水位 但原本未想应国庆 在台北街头飘洋的国旗海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台风逐游必定除了市长 召开整备会议之外 其实在台北市的题外地区 也出动了大型吊车 来进行吊挂的作业 趁着还没下雨 主动大型机局将引桥 逐一吊起在北市题外地区 由外包厂商开始将货柜搬离 从今天早上八点 针对合并公园的一些印桥 那还有景观厕所 相关的设施 我们今天就会把它撤离完毕 明天早上九点开始执行 直书不进 在准备关闭之前 必须清空题外设备 工业处也预先进行路数修剪 只是在台风登陆之前 已经有很多网友忍不住 跑到讲完脸书留言 狂看帅哥市长 你是最帅的男人 能不能放我们个台风架呢 虽然放假要根据规定 回归理性 但看在讲完眼里市民给的 这种压力似乎还是很甜蜜 TVVS 追踪学会台北部导 高雄市长陈其迈30号一早 带着团队到本河里 智洪池试察 因为上次凯米台风 加上天文大潮的影响 本河里智洪池一流 造成附近街道多出积淹水 而这次山坨台风路径 与强度与47年前 重创高雄的赛若马 极为相似 让市府不敢大意 光是本河里智洪池的抽水机 就有六台九座闸门 只要集水区的水位 无法排水出去 就会开始智洪 而智洪量则高达11万吨 市府已经做好 重重预备措施 上一次凯米台风附近社区 大楼淹水严重 这一次面对台风 可能登陆高雄 工人加紧赶工 抢修上次台风带来的灾损 社区住户也搬出水闸门 和沙包备战 所有沙包防水扎门 全出动了 居民还是忧心忡忡 另外在三明区日安大楼这里 居民一早急忙 把车辆移出停车场 根据气象专家指出 这次山陀的台风 逼近墙台且移动缓慢 预估10月2号 将从高屏地区登陆 民众们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防止家中再次淹水 TVBS新闻里战胜如品浩 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